大家好 我是教育部体育署 中级国民提示能指导员 我叫钟建明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下肢训练的动作 好 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下肢训练 那我们首先要教大家的动作是深蹲这项运动 那我们可以在家里先准备像这样一张椅子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先从椅子上开始练习 那待会我们先用轻松的方式坐在椅子上 那要坐的时候 我们要坐在椅子的前缘前端的位置 那双脚的部分 我们会把我们的占据宽度设定在肩膀宽 那脚尖的方向是朝前方 那待会在操作的时候 要记得我们操作深蹲的时候 膝盖跟脚尖的方向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可以先把我们的身体中心稍微的往前 让我们的 呃 待会在操作的时候 都集中在我们的下肢的大腿的肌力 也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的部分 好 那在操作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双手啊 放在胸前 往上 下肢出力 脚出力 好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啊 一样是屁股往后推 往下做 做回去 好 吸气 吐气上 用力 好 吸气下 好 那我们再记得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啊 膝盖不要往内切 好 这样容易造成我们的内侧压力过大 好 再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侧面的部分 好 侧面的部分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重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坐在椅子的前端 好 那双脚一样设定肩宽 膝盖朝前 脚尖朝前 好 身体中心稍微往前 双脚用力推动 好 吸气 坐回椅子的前端 好 吐气 那我们就一样连续操作 OK 好 那我们 待会训练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设定 我们今天要的次数是多少次 那我们可以训练是12到15次 那依照自己的能力去调整我们的强度 这样子 好 那接着我们要教大家正常版的深蹲 双脚一样是与肩同宽 脚尖朝前 跟我们刚刚在椅子上操作的是一样的 好 一样是屁股向后向下做 要记得我们的脚尖膝盖是朝向前方 好 不要往内切 这样容易造成内侧压力过大 好 打开来 双脚用力推动 那在做的时候啊 一样记得我们的脚掌一定要踩实地板 吸气下 吐气上 OK 那一样是重型的部分 一样是我们往下蹲的时候 身体稍微朝前方 从侧面看很像一个闪电的形状 好 双脚用力推动 屁股用力收紧 好 就完成我们的深蹲的动作 好 再来我们如果想要操作再进阶一点点 如果我们今天的强度已经慢慢的适应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动作进阶 我们可以加上深蹲跳跃的动作 那一样我们可以先练习 先蹲三下 第四下的时候做跳跃 那我们先做示范 一样深蹲往下蹲 一 好 上来 二 好了 三 好 第四下的时候我们蹲下去 以后我们要向上跳 蹲 往上跳的时候 双手向后摆 再迅速收回胸前 用我们的脚掌落地 去做一个重心的平衡 一样是蹲 跳 踩地板 那我们在操作深蹲跳的时候 一定是向下蹲 好 然后瞬间向上跳要 双手往后摆 再迅速收回胸前 脚掌落地 好 一样是吸气下 吐气向上跳 落地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深蹲的动作 三个动作 大家有学会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要操作的动作 是分腿蹲 那一样我们先找家中 一个安全且稳固的椅子 那待会我们会使用到它 好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一样是先轻松的坐在椅子上 那我们待会要操作的时候 一定会分左右边 那我们先旋转一边 先操作给大家看 那待会我要操作 右半边 那我先把身体向右旋转 好 那在操作的时候 一样我们从侧面看 我们的前后脚的部分 好 前后脚是呈现90度 那前脚的部分一样 记得我们的脚尖朝前膝盖 脚尖跟膝盖的方向是一致的 然后后脚的部分 我们就是脚尖稍微踩到地板上 脚跟离开 好 那我们今天统一 我们用我们的手 去搀扶我们的椅背 去做一个上下蹲的动作 OK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一样是记得保持我们的呼吸 吸气 吐气 用力往上站直 好 吸气 屁股往下蹲 好 往下坐 好 那如果当我们今天 操作的比较上手以后 我们也可以不要搀扶椅背 双手可以放在胸前 往上站直 一样保持我们的呼吸 好 膝盖往下 屁股往下坐 OK 那我们在操作完 一定要记得换一边练习 好 那我们就操作 另外一边给大家看一下 一样记得我们的设定的定位 一样是前后脚90度 好 膝盖脚尖朝前方 好 一样我们可以先从椅背 开始搀扶往上站直 好 那如果觉得比较上手一样 双手放胸前往上站直 往下蹲 好 那我们再来我们就练习了 比较上手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正常的分腿蹲 那我们就可以先把椅子拿拆 好 就操作我们的分腿蹲 好 那在操作分腿蹲 那时候一样重点就是 我们要先设定好我们的前后距离 好 那我们可以先从地板上开始 去做前后脚的设定 一样跟刚刚在椅子上操作一样 是前后脚90度 脚尖膝盖朝向前方 那双手的话可以放胸前或是插腰 往上站直 好 往下蹲 好 一样保持呼吸吸气 吐气用力往上 好 吸气下 好 那我们蹲的深度啊 也可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蹲的深度 今天如果我想要蹲的比较浅一点 就比较简单 好 那如果蹲的比较深一点点 就比较困难一些些 OK 好 那我们一样就是操作完一边以后 我们就换一边操作 一样设定好我们的前后距离 往下蹲 好 往上站直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分腿蹲 好 接着我们要教大家的是 分腿蹲的进阶动作 那我们一样先从我们的分腿蹲动作开始 好 一样设定好我们的分腿蹲动作 一样是前后脚90度 然后脚尖膝盖朝前 好 那在待会蹲的时候啊 一样是我们试着蹲三下 第四下的时候向上跳 一 二 三 向上跳的同时双脚落地 一样记得我们的前脚掌去缓冲 好 那我们也可以换一边操作试试看 好 一 二 三 第四下的时候向下蹲 向上跳 好 缓冲前脚掌落地 好 那我们两边都可以操作看看 一样设定我们的次数 好 我们一样建议12到15下 依照自己的能力去调整次数的多寡 好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分腿蹲动作就到这边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那我们最后我们要教大家的是 侧蹲的动作 那一样我们先从椅子上开始 一样是先找一张安全稳固的椅子之后 我们就轻松地坐下来 好 那因为待会侧蹲会有左右边 所以我们先操作一边 给大家看 好 一样我们先坐在椅子的前缘之后 我们可以把身体拆一半边 稍微靠近左边 那我们就操作我们的右脚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左脚向外伸直 好 一样待会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的记得我们的脚尖 一样是朝前方 好 那在操作的同时 一样是保持呼吸吸气 吐气 向上站 那我们会向左边移动 右脚出力 好 站直 膝盖伸直 之后我们就往回坐到原本的位置 好 那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躯干 要靠向我们的右半边 好 一样回来 好 回去 好 加上呼吸吸气 吐气上 好 往下坐 好 那要记得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膝盖的部分一定不能往内切 然后记得跟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 好 那我们就换一边操作给大家看 好 操作另外一边的时候 一样是坐向另外一边 好 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右脚伸直 脚尖都朝向前方 一样向右边移动 回正 屁股往后 往回坐 坐回椅子上面 好 上来 吸气 往回坐回来 好 那要再记得操作的时候 你可能会操作的时候 膝盖会弯 一样记得要帮我保持外侧脚 都是伸直的状态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一样分左右边 可以操作12到15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换一脚试试看 好 那我们接着 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正常版的侧蹲动作 好 一样我们先设定好我们的站姿 一样把我们的站姿的距离抓好 好 设定在肩膀的1.5到2倍的距离 一样帮我记得我们的脚尖都是朝向前方 那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分左右半边 那我们先执行我们的右半边 好 一样在操作的时候 一样把我们的身体重心 还有骨盆往右半边去移动 好 那我们的双手啊 可以放在胸前 或是放在 伸直放在胸前的前方 好 推动的时候 右脚出力 好 往上回到原本的位置 好 向下吸气蹲 好 吐气 吸气蹲 吐气 好 那我们一样操作完右半边之后 我们要记得换一边 好 那我们要操作左半边给大家看一下 一样细的 把我们的屁股 还有膝盖 往身体 往左边移动 好 一样 记得 好 外侧脚的部分呢 一样是膝盖是伸直的 推蹲回来 回到原本的位置 蹲 回来 蹲 回来 蹲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要教大家 側蹲动作就在这边 好 那我们接着 我们要进入到 側蹲的进阶动作 那一样我们是先从 側蹲的动作开始 一样我们会先设定好我们的距离 肩宽的1.5到2倍 一样脚尖朝前方 好 那它的进阶动作 是从側蹲的动作延伸出来的 那待会会加上 横向的位移 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好 一样是先从側蹲 右半边的側蹲开始 好 蹲的时候 一样跟側蹲的 重点提示都一样 好 往左半边移动的同时 好 速度感可以带起来 脚落地 推蹲 回来 好 那如果右半边操作好以后 我也可以操作我们的左半边 好 一样蹲 推蹲 回来 保持稳定 左脚落地 屁股朝向外方 回来 落地 回来 好 那我们左右半边都操作完以后 也要去设定我们今天的训练次数 到底是要设定多少下 那我们这边可以建议12到15下 那依照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个调整 好 那我们今天教的側蹲动作 就到这边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下 那以上这些训练下肢训练的动作 就交给大家 那大家不妨可以回家 或是在健身房 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下肢肌力 好 那我们记得要回去练习喔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